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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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到了 很多媽媽說 能不能有一些比較快速一點的 兩拌小菜 不用擔心 今天就教大家來做 開胃涼拌小餐 這道煙燻涼拌豆包絲 鍋子裡面我就放 大概一大匙的油量進來 紅蘿蔔 我們會把它炒過 讓它甜度鎖在這個裡面 它的那個味道會更好 更香更甜 溫度上來之後呢 你一定要轉成小火料 我們就稍微快速的把它拌一拌 只要它透跟熟而已 那拌的同時呢 我們就把這個煙燻的這個豆包絲 把它放下來 豆包絲本身會吸一些油量 這時候溫度降下來就把火打開 聽到聲音了 就稍微拌一下 它在鍋子的時間不需要太久 只要讓它有一個 復熱跟吸收調味料 再來就是芹菜 稍微復熱一下 這樣子放涼的芹菜呢 它才會脆口 這時候你看芹菜的顏色 已經開始變綠了 這時候記得把火關掉 再下蒜頭 我們蒜頭不希望它是炒熟的 炒熟的蒜頭沒有那種辣味感 在兩拌菜裡面吃起來就不會有層次 另外一個就是辣椒絲 鹽巴 就把它撒匀 把它拌一拌 如果沒有買到煙燻的豆包的話 可以在鍋子裡面先乾煎一下 效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少煙燻的香氣而已 好 最後芝麻油放進來 喜歡吃辣的朋友 你也可以淋一點辣油進去 香菜 之後把它拌進來 好啦 都均勻了 香氣非常足 我們起鍋吧 哇哦 好囉 我們上菜吧 好這道蒜辣杏鮑菇呢 買像中型一點的 不要太厚太北 或不要太小 兩邊的部分比較圓的地方 稍微修一下 然後像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你就稍微修一下 然後平均 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拿一個刨刀 從尾巴這邊 進去 然後這樣子跑出來 一片一片的 對於刀工不好的媽媽朋友們 你可以這樣子做 兩拌起來它就像大薄片 好 炒好杏鮑菇之後呢 在熱水鍋裡面 下兩大匙的這個鹽巴進來 你就稍微把它拌均勻 杏鮑菇呢 把它放進去 好杏鮑菇進來之後呢 讓它煮一下下 其實就是要把杏鮑菇煮熟 在煮杏鮑菇的同時呢 我們來做醬料 糖 入蠔油 或醬油膏 其實都可以 辣醬 然後 蒜末 白醋 這個醬料部分可以先拌 辣椒末 洋蔥 好 這個時候看我們的杏鮑菇 已經浮起來了 而且呢 杏鮑菇的顏色呢 已經開始變黃了 表示說它已經熟了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撈出來 撈出來的杏鮑菇呢 記得一定要把這個水分 全部瀝到乾 你可以拿一個 鍋材 稍微壓一下 瀝乾之後呢 直接放到醬汁裡面 這個時候就把這些 所有的醬料 跟杏鮑菇 用熱拌的方式呢 讓它入味 那這個不建議你再去泡冰水 杏鮑菇你熱了 再泡冰水 還要吸了這個冰水之後 再放進來這個涼拌菜裡面 不太好 好你看這邊也會有一些水分 就是杏鮑菇的水分 今天呢想要整個把它拌好之後 放冰箱裡面 你可以直接讓它涼之後 再把這個香菜放進去 那香菜的保存就會比較好 如果說呢 你今天直接先拌了這個香菜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溫度 香菜可能會比較黑 你的這個涼拌菜就沒那麼好看 冰箱呢準備一個 像這樣的涼拌菜 像這種酸辣的涼拌菜 有時候夏天喝個啤酒來配 真的很棒 香菜把它放進來 好拌均勻之後呢 準備一個神品盤 好吃又美味的 酸辣杏鮑菇 完成喔 香跟蒜香豆干怎麼做呢 豆干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切薄片 再來切絲 今天用這個五香豆干 它比較有香氣讚 你希望它的口感好一點 你直接切片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我們在做這個涼拌菜 希望它的口感上會一致 那片狀的部分呢 我會先一開三 還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切絲 或切條 切片 都可以 切完之後呢 準備一個炒鍋 或者是平底鍋 燒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豆干 你就把它剝下來 我們在做兩拌菜的時候呢 其實有兩種殺青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用鍋子的熱度 然後再煸炒的過程 讓食材的部分呢 經過高溫做一個殺菌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用熱水去做一個殺菌 那今天這道兩拌菜 我們希望它的香氣是十足的 所以呢 我們就放到鍋子裡面 用乾燥的方式 你也可以補一點點油 其實都可以 好 本袋的同時呢 我們來做這個醬汁 醬油膏 糖 蒜末 辣椒 今天食材進來呢 我們先把它拌均勻 那用湯匙順便把蒜末部分 稍微壓一下 讓它的醬汁像蒜蓉醬油一樣 關心一下我們的這個豆干絲 簡單剝一下 你可以把它調成中小火 乾燥的時候呢 香氣會非常好 你如果油加多了 反而香氣沒那麼的煮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直接放到這個醬汁裡面來 先把醬汁往上撈 讓你的豆干絲 都裹勻了醬汁 涼拌菜的小技巧 我覺得是順序 順序對了 醬料就很容易裹附在你的食材上面 你如果一開始的話 我把這 把香油 辣油先放進來 上面這一層油呢 就會阻絕豆干絲入味的這個程度 這個時候再下 辣油進來 香油 香根再放進來 哦 太香了 我們來上桌吧